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为大家讨机器 年头的各大产商发布会基本都已经开完了 市场里的机器呢 也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跌价 现在基本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最新的市场行情如何 我手上这台就是苹果12polo 无所的256g量机橙色价格在7500左右 128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6800左右 12polo在市场上也是非常畅销的一款机型 目前这里二手跟全新机就有18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这台机器也是广东的老哥叫我们去市场帮忙收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 也是知道机器都是小五本人自己去市场收的 所以也是非常的放心 作为苹果5g手机 内置a14的处理器 配合6.1寸的ol一粒屏 运行大型游戏也是毫无压力 同时机身上的效果跟续航都是非常好 拿来单足利及使用一个三四年 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手上这台是真香机 插卡贴64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2200左右 128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2600左右 在2000左右的预算 XR性价比还是非常棒的 机器也是非常新 没有磕碰划痕 圆屏圆壳 无拆修 无尽水 老哥也是在看我们直播测机的时候果断选择入手了 然后让我们测完机器没问题之后帮忙改一个双卡 差是a12的处理器 配合上6.1寸的屏幕 游戏性能强悍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以及续航都是非常不错 拿来单足利机还是备用机2000左右的预算 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也不用担心配置会跟不上运行卡顿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拿一台苹果当下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型 苹果xs 马克十无所64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3300左右 256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3800左右 老哥前一个星期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个mate30使用起来跟新机一样顺畅 现在也是想给自己爱人换一个耐用一点的手机 苹果是出了名的耐用 耐用 非常耐用Xs 马克十内置a12的处理器 配合上6.5寸的ol 异地屏 不仅显示效果好 游戏性能也是非常的棒 大屏游戏首选机型3174毫安的超大电池 加上后置双相投1200万像素 拿来单逐利机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苹果8p 学生党首选大屏游戏机 为什么说是首选呢 不管是从各方面角度来说 这台机器都是无可挑剔 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机器性能配置都是非常不错 目前市场上拿64g的无所亮机橙色 价格在2100左右 256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2500左右 这台机器是帮福建大学生收的一台机器 小老弟也是经常看我们视频给我们点赞 所以也是确认是小五本人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收一台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8p 虽然是a11的处理器 但是目前运行各类大型游戏也是毫无压力的一款机型 而且屏幕还是5.5寸的 机器拍照续航也是完全ok 仔细检查确认机器是原屏原壳 其他功能我们就带回家直播监测机 要是预算在1000左右有什么机器比较耐用 并且拿来使用一个三年左右不会卡顿的 苹果8也是不错的选择 手上这台是苹果8有所64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1200左右 1000左右的预算 不仅非常耐用 而且机器性能配置都是非常不错 除了屏幕比较小是4.7寸的 但是拿来当备用机 或者给小孩子初中高中过度使用一个三四年也是完全够用 跟8p是一个处理器的 运行大型游戏也是毫不逊色 而且机器散热效果也是非常棒 这台是帮河北的老哥收的一台机器 华为mate305g版本8加128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3700左右 256g的亮机橙色价格在4000左右 相比全新机这里也是有12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也是非常的新 新机的品质二手的价格 机器也是原装的 没有换过后盖mate系列的机型 目前市场上也是非常畅销的 麒麟990的芯片6.62寸的屏幕 不仅支持5G网络 同时还支持指纹面部识别 游戏性能也非常不错 拿来单主力机打游戏 或者日常生活使用也是完全够用 好了 机器拿的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回去了 每晚10点到10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开始测每天淘到的机器 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过来一起看一下 我是小武 喜欢更多华香北二手机行情的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